謝謝GSE的推薦 喇叭牌正路丸 正路丸 我要跟你們分享一个正路丸的故事 大家知道我有养两只猫咪 一只叫主播 一只叫念念 然后有一天就是 我带他们两个去寄宿亲戚家 那那个亲戚家呢 就是有你们说的那个神奇的东西 叫做正路丸 然后我也知道他家有正路丸 好然后有一天早上起来呢 起床的时候就发现 诶我的床上怎么掉了一颗正路丸 然后正常来说掉了一颗正路丸在床上呢 一般人会做出什么选择呢 这个时候呢就伸出了手 把它捏起来 来 然后 呵呵呵呵 你们不要自己脑补一些奇怪的东西 然后就想说 嗯 好 拿起来 闻一下 我不问 谁会 不是 你们说谁会把来路不明床上的食物吃掉 而且不是正路丸也不是食物 谁会没事要吃正路丸 我也没有放进嘴里 我就是把它拿起来闻一下 然后闻的那个瞬间就 我没有吃 我没有吃不要造谣 不要造谣 所以把这种东西放在嘴里 告诉我 你们谁 你们谁会放嘴里 我们开投票 我看一下到底有多少人会直接放嘴里 对吧 你只能拿起来检查 好怕看到奇怪的答案哦 好可怕 怕爆 有人按错 没关系 你可以放嘴里再配水盒 没问题的 但我不要做这件事情 你知道不会出现正路丸 那你可能会出现巧克力饼干哦 所以有30%会放嘴里 这30%是谁 他以为是珍珠是不是